炮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三炮相公访 我是剑板女生炮哥 本期炮哥将会带着去看一部 恶人自有恶人魔的电影 金刚不坏 好了 首先就已经开始讲的是 一双美角映入眼帘的事情 而这双美角 正是本篇三位主角其中一人的 三位难得休假的妹子 此时正开着车 打算出去happy出去浪 不过让三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却被后面的一辆神秘车子给盯上了 然后三位毫不知情的妹子 就走进了家酒吧唠起了坑来 由于他们唠的都是一些社会坑 什么我的屁股比你圆 你的胸部没我扁 什么女人美不美 必须先看腿 男人骚不骚让他先露腰 又什么先中通再生通 生通之后再圆通 圆通之后又韵答之类的玩意儿 纯洁而又天真的炮哥 我是一点都听不明白 所以这段剧情我就直接跳过了 接着喝酒喝多了的黑妹 打算到外面抽根烟透透气 但很快就有一位娘炮男对其进行了示爱 娘炮男虽然看上去有点弯 可没想到 他说的话却是非常的直 他当即对黑妹表示 名人不说暗话 我想和你啪啪啪 虽然黑妹很不情愿 可奈何娘炮男太会死缠烂打 于是最后双方决定各退一步 黑妹答应娘炮男可以啪啪啪 而娘炮男也承诺黑妹会在一分钟内解决战斗 与此同时 之前尾随黑妹等人的神秘车主也终于现身了 神秘车主刀罢男 先是对酒吧里的一位傻白田进行了搭讪 并且他的搭讪很成功 因为外面下雨 而傻白田又没有车子的原因 所以傻白田就答应了乘坐刀罢男的车子回家 不过刀罢男搭讪傻白田 其实只是为了掩人而目 他的真实目标原本是冲着黑妹等人来的 虽然最后刀罢男并没有成功 但他却成功的让黑妹为他跳了段电吞舞 舞蹈过后 大家决定各回各家 各找各骂 来到车前的傻白田 不禁问起了刀罢男 为什么他的车看起来怪怪的 刀罢男解释说 他的车子是经过特殊改装的绝对安全 哪怕是以120m的速度撞在墙上 也照样不会让人受伤 此车号称不死车 别名金刚不坏 然后傻白田就身心不移的上车了 可当傻白田上车后 车门被关上的那一下 他就开始后悔了 因为副驾驶位 竟然根本就没有安全带 没有安全带也就算了 刀罢男竟然还开启了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的死亡模式 几番飘移甩尾过后 傻白田直接就被撞得七昏八速 哭着喊着要下车 只是面对着傻白田的要求 刀罢男却说 车门已汗死 今儿谁也别想下车 然后刀罢男就来了一个高速击杀 一下就把傻白田给渴死了 至于身带驾驶位的刀罢男 却是一点伤都没有 搞定傻白田之后 刀罢男很快就找到了黑妹等人 此时的黑妹几人 不仅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甚至还出了不少大麻 闷乎乎的 另外再加上音乐的刺激 他们的身子同样也是晃悠悠的 此时刀罢男悄悄关掉了车灯 并自杀般的车速朝黑妹他们的车子撞了过去 两车发生碰撞之后 驾驶妹下半身被当场碾碎 黑妹身在外面的大腿也是脱体而出 后排一位妹子更是直接飞出天际 连鞋子都掉了 估计肯定是没救了 至于另外一位妹子 竟然是直接丢脸丢死的 然而 面对着这样一场蓄意谋杀的车祸 检察们却是完全找不到刀罢男的破绽所在 四位妹子酒驾 抽大麻 刀罢男第九未占 反而还成为了受害者 接着画面一转 一年时间过去了 四位妹子的焚酥草估计都有一丈高了 只是刀罢男很快就又瞄准了新的四位妹子 而且这四位妹子的音档 简直超乎炮哥的想象 他们聊天的内容 比起之前死去的那些妹子 根本就是大乌见小乌 听了纯洁的炮哥 我脸都红了 同时四位妹子也是极限玩车爱好者 他们找到了一位想要卖车的卷发男 打算试驾车子 而且作为车子的抵押 其他三位妹子 竟然还把最漂亮的黄鱼妹 押给了卷发男 然后三位妹子就直接开车寻刺激去了 其中一位金发妹 用腰带把自己绑在了引擎盖上 坐死都疯 这一幕同样也被刀罢男看在了眼里 于是刀罢男就适时的抓住了机会出击了 在激烈的碰撞之下 使得引擎盖上金发妹的生命 完全脱离了保障 而且你们也千万别问 他们为什么不停车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发往幼儿园的车 所以停车是不可能停车的 除非他们被撞停还差不多 撞停之后 刀罢男下车 对妹子们狠狠地嘲讽了几句 结果却没想到 妹子们竟然一言不合就拿枪射他 胳膊中枪的刀罢男疼得呲压咧嘴 独自找了一个地方正要疗伤 可遗憾的是 妹子们却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刀罢男 只见金发妹随手抄了根棍子说 我要这铁棒有大用 然后他们就朝刀罢男追了过去 俗话说的好 恶人自有恶人魔 刀罢男以为自己已经够渣的了 可他惹谁不好 偏偏却惹恼了几位辣妹子 辣妹子发飙之后 刀罢男瞬间就扛不住了 刀罢男边开车边求饶说 刚才的事情都是误会 都是开玩笑而已 只是面对着刀罢男的解释 辣妹子们根本就不吃这套 他们不断地操控着车子 对刀罢男的车子 进行了猛烈的暴局行为 几番暴局过后 刀罢男终于承受不住 被干翻在地 不过刀罢男的恶果 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妹子们把他从车上拉了下来 狠狠地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做社会暴躁老姐 教做人的感受 而作为体验的代价也很简单 那就是生命的代价 最后电影结束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或者订阅一下我 么么大